他就说他妈妈上个礼拜 就用10万元买了这个 港华智慧能源1083 其实妈妈就买错了 因为这个写信上来的朋友 他就说他叫妈妈买长江基建1038 叫他收息好过放银行 他说1083现在的情况 是不是应该叫他先离开呢? 那当然离开了,买错东西 没理由,因为你买错东西 难道不走吗?你也就去退货 我去买打火机,给你一支火槍 那你不太用 那你不合用的嘛 你的目的是要买合用的东西 你没理由说因为我买错了 很明显为什么不肯走呢? 如果赢钱一定走了 一定是现在可能有账面损失那些 但是一定要走的 你没理由买错了给你猪头骨 你还在那里接近的 如果猪头骨发臭怎么办? 搞到整间屋都是臭了 那不要了,一定要走的 那这个问题 你说我输了 那谁叫你按错呢? 那这个是你的惩罚 这个是惩罚你 为什么要听错呢? 但是我不是说伯母 但是真的做错了 那你做错了当然要走了 那你说我们去1038了 买不买? 1038才能买 那我宁愿买94 94有7厘多 那1038你真是想买的 我建议你还是先下来 如果你这样升上去 就是吸引力不够的话 你说真的 你买了1038 你还是想收息的 那你说现在4厘多 如果当然你觉得是很吸引的 就是之前6厘不买 现在我觉得4厘多很吸引 可能看图很漂亮 那你就买下去了 但是你有个心理准备就是 如果他突然间 那个图走了样子 震了震了 因为你不会觉得 长江机冠 会有什么突破性的业步进展 那变成他可能炒回波幅 其实他下回来50万元也不奇怪 那下回来50万元 那其实你就没了三个多了 那变成你那三个多就是你的息 那所以你要想这一样东西 你问我我就一定不会现在买的 好 好 好